咱们现在的海拔有多少了 4222 缓一下 1212 牡牛 这时候扛定了 我以为我都准备好了 但来这才发现太难适应了 比如说看他们往上爬了 我喘气都飞劲 这一切都太震撼了 端什么端什么 现在正在看迟路 听说项目上的人早上六七点 就要出发去施工现场 我们的拍摄团队也起个大早 匆忙赶来碰头 你好 今天这个天还下雨了 是 这边天气是不是就会下雨 那这下雨天咋干活 小雨正常干 大雨进入干 咱现在是出发去 咱现在去摇屋散这个掌理堂 从河南过来六十多个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线路塔位多数位于无人区 地形复杂 地势险要 含氧量仅为平原百分之六十 周夜温差最高达25摄氏度以上 庆幸的是 当我们抵达山脚下的施工点 天气放晴了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导线展放的这个阶段 是吧 对 现在就是把导线从地面给拉在这个铁塔上 我看到咱们这个这么粗的导线 它是特高压专用的导线 是目前全国最粗的这个导线 一般用在这个80万级以上电压分析线路上 接下来就是把导线从铁塔的滑车上边 使用绝缘再安装在铁塔上 就具备送电带电条件 咱们现在开巴士2700左右 造里折多就是弯多的意思 盘山路九曲十八弯 318国道是全线物资运输的唯一通道 我们必须穿过云层翻越折多山 才能抵达高压线下的施工现场 这一大片都是咱们建好的铁塔 后面就是雪山 均上湖北支流弦路146级 参与交流是64级 然后在折多山这一段 变形了有12公米 背后是高原雪山 脚下是万家灯火 他们在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架起一条条电力天路 川西高原迎来了新的能源动脉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再次回望高耸入云的铁塔和山顶间游走的银线 依然心潮澎湃 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一群超级能拼搏的河南电力人 他们把自己的传奇故事留在了雪域高原上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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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